其实秘书长要我跟大家聊说 如何遵守法律 如何遵守法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题目 那我想先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还是不行 是不是没电 先大家这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各位以前有上过的人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就是有上过 就是前面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课 好所以比例不高 好那所以跟很大部分的人 都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这样吧 OK好那所以呢我先跟大家聊一些 我先跟大家聊一些司法有关的东西 因为 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不懂法律 或是呢碰到法律的问题不会处理 所以呢就触法 然后就 就可能就官司缠身 那 请问一下有没有法律系的人 因为如果有法律系的 那有法律系的我这就给你讲了 好 你是法律系的 OK好 其实 我昨天刚好去跟一个律师谈一件事情 谈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呢其实当事人觉得说我没有违法 我没有违法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中医师 你去看一个中医师 然后呢那个中医师呢 他在跟他搖滚 然后帮人家 就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民俗疗法的中医师嘛 那我这个朋友呢 就跑去找一个中医师说 就是跟他对手 然后手落到 那而且也有挫伤破皮 结果呢 他就跑去找了一个中医师 然后说我要拿医生证明 我要告我弟弟伤害 结果后来他就把那个单子拿着 然后跟医生说 你一张收记给我 就一张那个单的收据证明 只收到某某某一千元 然后呢 我为什么花这一千元 是因为我的手挫伤击骨折 那请问 然后后来呢 他就去告 去跟他弟弟控诉这个伤害 结果他告弟弟没成立 可是他自己反而官司缠身 请问一下谁知道 这样子是什么样的犯罪行为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我 买证明喔 没有 他没有买证明 他花了一千块 真的去给那个医生帮他瞧了 瞧了之后呢 他只是认为说 我要用一个证明文件去 去告我弟弟伤害我 好 结果呢 这个案子后来呢 他弟弟 他跟弟弟的官司没有成立 可是呢 他自己被涉嫌伪造文书起诉 那伪造文书起诉之后呢 他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五年前曾经有案子缓刑 然后现在的伪造文书是七年以下 那七年以下的话 如果他没有缓刑的话 即使判三个月五个月都要去关 他很生气 他说我只是 我只是因为医生没空 然后拿了一个单子 叫我自己写 他收到我一千块 然后因为我来看诊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就是伪造文书 就这么小的一个事情 他就伪造文书 然后呢 就要请 因为如果说没有缓刑的话 那他一定要去关 那一定要去关这件事情 对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来说 是非常痛苦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怎么办 那就得去跟律师商量说 那我是不是 如果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怎么办 就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 一般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翻案 也就是说你的证人没有办法帮你 如果你的证人没有办法帮你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妥协 就是你认罪 认罪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事实上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不知道 然后我拿了这个单子之后我就写啦 因为呢 那个中医师他没有医师之格 所以他不能够在他的搜据上面写说 你这位病人有骨折 所以他就到法院去说 他要求我写骨折我不愿意 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写 所以让他自己写这件事情呢 就变成了伪造文书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就这样子一个事情 这是我昨天帮一个我的朋友 就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跟弟弟推手打架 然后结果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所以我回过头来跟大家讲说 具备法律常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做什么事情会违法 那很多人都是说 不然赌到就知道 赌到就知道了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先跟大家聊一些就是可能 可能会跟一些这个刑事 跟一些刑事犯罪有关的 也就是说 现在呢有很多人有案子啊 那我到底是要去警察局告 还是我要是直接去地检署案名控告 那还是说 其实我被查到了 那个检察官很认真 然后呢 我被查到了之后呢 主动给我移送法办 这是在刑事犯罪里头 有可能的一些现有可能的一些状况 那检察官呢 他进行侦查之后的这个阶段 有的人说 我要赚律师 那跟各位讲 在检察官侦查的阶段 你的律师如果进到法院 也只能乖乖的坐在旁边 他是不能讲话 不能做什么作用的 因为侦查中的案子 律师呢 没有办法进行辩论 所以很多人说 啊 这样我检察官的时候 就是在地检署 不管是台北地检署 新北地检署 士林地检署 在地检署的阶段 要不要请律师 那如果各位以后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我们活动有关的事情 可能大家的命运 大家的做法会跟陈维婷 还有林非凡的状况是一样的 我等一下再把陈维婷跟林非凡 的例子说给大家听 也就是说在检察官进行侦查的时候 像现在有很多集会有刑法的案件 他呢 就是警方搜证把影片送来 他就直接起诉了 他也不要叫你来问 为什么麻烦啦 找你来很麻烦喔 所以呢 这个有很多人会说 那检察官根本没有把我叫去啊 怎么就把我起诉了喔 因为从文林院到大浦事件 然后到现在的反福茂 我们现在呢 某些司法机关有被交代说 就直接警方送来 警方移送 那你就直接起诉就好了 那起诉之后呢 这些学生呢 他们都会不敢去抗议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收到起诉书 欸 很害怕很害怕的 也就是说 通常都是因为爸爸妈妈收到起诉书之后呢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惧的事情 那所以呢 到了起诉之后 那你就要开始进行辩论了 开始到了一审二审 然后有些 有些案子可以到三审 然后再来判决确定 再决定呢 你要不要去关 那要去关的时候呢 有些人说 好 就像现在马志玲跟杜立庄 现在在努力的争取说 那我不要去关 那甚至呢 就说我用心神上司 我用这个失智症 各方面的问题来免 这边就是监狱刑刑法的问题 那边监狱刑刑法就是说 那我如果说 我的身体状况 然后我的病到达一定阶段的话 就像以前刘泰英装病 然后以前延亲彪也装病 翁大明这些人也都装病 装病执行之后 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保外就医 那在执行之前呢 我应该从前面这里跟大家讲 在三审三集市这里 很多人去到高院 到了高院的时候 因为有些案子是高院二审就确定了 所以高院的法官是台湾司法机关里头最黑的 为什么 有的人破七年八年十年 可是呢 在他的刑度只要一个证人翻案的话 到了二审就是在高院的时候 就只要判定无罪 那个案子确定之后呢 那他就没事了 所以台湾的高等法院是全司法机关里头最黑的 因为他只要确定 然后呢定验不得上诉 那案子是很多人是可以谈的 不管是三百五百一千三千五千不知道 可是呢在台湾的高等法院里面 二审定验的案子是最黑 然后最容易下手的 所以高院法官有一组 我们在跑 我是因为我跑司法 所以呢我们把高院的法官都分成两类 一种是可以讲的 一种是不能讲的 那名单一拿出来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会说一下 这个不会说一下 那律师也都知道 律师也都是行啊来 都很了解 好那所以呢 这个到了执行 那到了执行 当然有些人会跑啊 比如说我们党外时期的这个英雄 大家认为说 是很有guts的民进党的创党大佬张俊宏 他那时候还在立法院开记者会说 哎呀我对不起大家 把这个全民电通 大家投资的钱都掏空了 那很多人还跟他说 那你要去 你要去坐牢房的时候 你要反省啊 那南方硕还写了 这个公开表示说 希望这位老朋友 经过了育中执行呢 可以好好反省 结果没想到 这位仁兄跑了 就是他呢 到目前为止 那跑掉的人很多 跑掉的人很多 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追溯 那另外呢 再来就是这些刑期的部分 我想有机会再跟大家 跟大家就是 就是如果啦 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真的碰到了 因为他的差异真的是很大的 像有一些 比如说你此夺公权 你是不能选举 然后呢 另外呢有一些是 比如说你你可以做义服劳役 你用公益捐 像现在有很多人是说 我到士林地方法院 或是我到医院 我到哪里去做志工 那去做志工 折抵义服劳役的话 是可以抵刑期的 就像以前我们有一位名嘴叫林献堂 他呢就 就是打电话跟他老婆 骗他老婆说 我被绑架了 能不能请老婆拿钱出来救他 为什么 老婆那里有他没 所以他要把老婆的钱骗出来 然后就打电话骗他老婆说 我被绑架了 警方呢就真的 他老婆立刻报案 立刻报案 然后结果呢就去追踪说 到底是谁绑架他 就发现说 全部从打电话回去跟老婆讲 全部都是自导自演 只是因为希望老婆 拿一百万出来救他 所以呢他就被判刑 然后用义服劳役 就是跑到士林地检署去 做了大概一两个月的那个劳役吧 好那所以 跟大家讲说 如果要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不一定是你念法律系的才需要 因为我觉得 大家对法律要有正确 而且对的观念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在不知道犯法的情况下 出了法 可是呢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在违法 我举个例子 我刚刚就在想说 我要跟各位分享我怎么守法 可是呢 我一路下来也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比如说我台大毕业的那几年 我都在开家教班 可是呢我的家教班没有申请 所以我的家教班是违法的 可是呢我也做了 而且我也做了好几年 就说其实大家都这样 就像有很多人会去酒店对不对 那为什么金钱报会被课十几亿的税 是因为你去金钱报跟他讲说 我公司要报账啊 我是连电台积电应酬请客户 我要报账啊 结果呢 我曾经在松江路的路易十三 那个酒店 我跟他讲说 这笔钱要报账 所以我要发票 然后路易十三啊 就台北的酒店 不是那个海报 什么什么 那个台中的海派跟那个金钱报 然后结果他就给我一张收据 我一看 哇 什么这个路易小吃店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也是违法 可是呢 我跟大家讲说 每个人都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监督管理的机制很差 所以 大家都觉得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不要来找我麻烦就好了 可是呢 当有一个事件要全面清查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你就会被扫到 就像以前我当营业员 我以前最早的时候当第一波的营业员 那营业员 谁不做丙总啊 你如果打电话给营业员说 你这里有没有金主可以垫钱 那你只要缴十万块 我让你做到一百万 你可以下单下一百万 看你像中哪个股票 那全台湾 如果你不做丙总的营业员 你根本就没有业绩 所以我当年一天做三亿 我底下怎么会没有丙总 当然有啊 可是呢 如果说金管会 就是当时的交易所要来查的时候 那大家就赶快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可是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就不要被张到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这种观念在新加坡跟在台湾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你真的是要对一些 你对一些这个六法全书啦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明显诉讼啦 什么这些东西呢 你要有一点概念 那甚至呢 你要对政府的一些法规 比如说我等一下会举后面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天陈旅安 陈旅安呢 他就跟大家讲说 来来来 你们呢 就把钱交给我 我呢 要筹一笔钱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投资了之后呢 如果赚钱的话 我一年可以30% 如果你100万的话 一年可以分30万 因为西晋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商机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 如果你用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法规去看 尤其是金融方面的法规去看 就是陈旅安从一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到你钱交给他 你汇进去的账户 每个都违法 都违法的话 当然我们就有可以揭发他违法吸金 就违法吸金 所以后来呢 这个案子 我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那个过程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想说 贪贴就是我的 然后呢 如果白账的话 那就上法院 那所以呢 在金融市场上 在股票市场上也是这样 我昨天在整理这条的时候 就要跟大家分享说 前两天老董牛肉面 他说 老董牛肉面呢 说郭董真的要投资我啊 他有这样表示啊 他也很爱我家的牛肉面啊 好 那你听到郭董要投资了 你会觉得说 啊 这样不错 咱们郭董赶快赞贵这沟通 结果呢 就拿了一亿给那个刘正雄 就后来呢 他说 你看你上面本来讲 2013年 去年第四季要挂牌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所以呢 他就跳出来上媒体控告 老董牛肉面涉嫌违法吸金 那这种状况 如果我们拿来跟网品 网品就是台塑网品牛排的网品 我们如果拿来做比较的话 那网品就是什么 是安全过关 他觉得说没有问题 我就是顺利挂牌了 我股价490块500块挂牌 钱放在我口袋 我赢了 可是呢 如果像老董这样子 像鼎王牛肉面这样子 鼎王火锅这样子 就是我要把股票 炒上去 炒上去 结果呢 没炒成 就中间出事了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在法律边缘的成败 那这等一下我用一些案例 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一样的 就是判决输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都一样 我如果要查 连慧欣在美国有没有犯罪 那我也是一样 从这个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头 他们是可以完全查案件之后呢 来就是查一些过去的资料 那台湾呢 其实司法院有一个法学资料的检索系统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选法院的名称 比如说我要查真正人的案子 那我就可能在这边 我可能就要选从台中地方法院 到高等台中高分院 然后到最高法院 去查他的刑事案件 或说他有没有民事案件 或说当年黄任宗欠税 黄任宗的远东航空 他欠了多少税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行政材料 准备要把它抓起来 那当时的整个裁定是如何 如果各位要参考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在这边 就是判决里头的 就是属于税的啦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行政法院 那如果说我要查一些 如果要查一些这个破产案 谁破产谁没有破产 那你可能可以用这些字号 用这些破字号或什么字号 来做分辨 那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各位有机会 然后想要了解一些人的过去 他有没有一些案件的话 那这个司法院的法学资料检索系统 就在这边判决书查询系统 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说 这好像对我没效 搞不好你觉得身边对你有企图 或是很想接近你的某个人 你上去查 你就发现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 就很像有一天也是一个 现在的上柜公司的老板 他呢 他呢说 这个因为开刺 反正呢就 就是要直接讲就是要追我就对了啦 因为我反正还没结婚嘛 那有人追嘛 那我们就想说好把这个人的资料 各位漂亮的妹妹 如果你们有人追 然后呢你想要了解他的过去 有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记录 你也可以把他的名字打上去 然后呢你知道他大概涉及 比如说他是在台北还是在新北 还是在台中高雄 你就选择他的一些所涉及的法院 打进去了解看看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个人有一个经验是 也是一个公司 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他们就对你很殷勤很殷勤 那我呢就上网 没事的时候常常上网查这些资料嘛 我就把他的名字打上去 然后呢随便打一个90年 或是88年这样 就查 结果一查呢发现说 天哪这个人是个暴力分子 因为他光去打高尔夫球 然后在路上跟人家插撞 结果呢就拿着高尔夫球杆 把对方K了之后呢重伤 然后就互控那个伤害 而且那是他过去 就是在法庭的时候 他怎么陈述怎么讲 他讲说为什么他在情急之下 要把那个高尔夫球杆拿出来 然后呢灰干灰了多重 然后伤到哪里之类的 就是所有的法院的判决书 都写得非常清楚 那我当然心里有数啦 就会觉得说哇 这种人是暴力分子 就是还满 还满冲动型的 那你就知道说 那你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 这个人的一些过去的事情 好那除了刚刚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地方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法源法律网 这是律师在用的 因为呢如果说你是 等一下我举一个东西给大家看 如果说你是那个 你是刚刚那个系统查进去的话 会有很多圈圈叉叉 等一下 会有很多所谓的圈圈叉叉 就是呢 比如说赵建民 然后呢他就会有把那个赵建民的名字 做成圈圈叉叉 等一下那个 好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逐一跟大家讲好了 就说会有一个顺序跟大家说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系统的话 这是律师在用的 律师在用的上面呢 就完全没有个人资料保护 没有圈圈叉叉 所以给大家聊一些工具 那这个是全国法规的资料库 就说所有已经公告的一些中央法规 行政法规 那还有地方的法规 比如说你地方的消防 消防呢要经过哪些关卡 那就是在这边 所以你要把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都稍微看过 如果你真的也是要做一些事情的话 好 那我们现在来谈 我们现在来谈这个 可能跟各位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集会游行法 我知道各位的任务 好像要挡箭拿盾牌 那你知道在反服贸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去了几次现场 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是 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那么全世界 所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是因为呢 他们一开始要做这个反服贸的抗争的时候 都知道什么叫柔性诉求 所以你看到张志军来台湾的时候 那几个把自己身体捆起来的女同学 他们呢是用一种所谓的就是扶手 然后呢就是完全用柔性的方式 来表达抗争跟诉求 所以反服贸后来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 是因为比如说他们闯到行政院 闯到行政院是一个 就是说对这个行政院这个机关 他有规定说下班时间不能闯进去吗 没有 所以这些学生闯到行政院 闯到立法院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因为呢立法院的话有自治法 然后我们的院长王金平他可以决定说 我要不要动用警力来驱逐 那行政院本来他就没有规定说 上班的时间能进去下班就不能进去 然后就没有所谓的像民宰的话 你有私闯民宰的问题 那行政院的话完全没有 所以这次反服贸之后呢 反而是将一化遭殃 因为呢后来反而是将一化被控 就是强力水柱然后呢有很多人受伤 又拿验伤报告来控告将一化杀人 好这是在目前台湾已经越来越成熟的一种 反对运动底下 以前民进党的时期好像才有这样子在跟国民党对抗 那现在呢现在是我们的民众要跟这个政府 要跟这个马皇跟这个政府来对抗 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手上有一些筹码 有一些方式来对付他 那这个源头是因为大浦案 大浦案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举例跟各位讲的 也就是说警方搜证所有的名单 你在场上你有动手你有推手 那全部通通都按照录影带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之后呢 检察官也没有一个一个叫去问 说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动手打到人 有没有被害人 有没有人跳出来控告你打他 完全没有 所以呢因为大浦案的这个案例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政府 现在要用集体的检疫处分 来对付这些抗争的人 所以从文灵院然后到大浦事件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非常非常普遍 那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一个社会运动啦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够用其他的案子来对付刘正宏 这个王八蛋啦 所以呢才会用他们家的一连串的七七行管 用他所有像我们在追他过去所有的抄贷 所有的违法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他 他在银行欠的钱没还 你我一起都买单了 那我们的政府机关里面 这样子的县长这样的首长有多少 很多很多 前两天新竹要选举 然后呢我就跟新竹县民说 哎呀不要对这些人太客气 为什么 因为新竹县长也是欠了银行几十亿没有还 我们大家帮他买单了之后 他变成了县长好像自己就很伟大 就像很大伯的这样 然后我们要去拜托他我们要去伺候他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政府机关里面 你翻开来你去看包括傅昆奇 包括刘正宏包括邱靖淳 这些人他进到那个要我们守法的政府之前 他们自己都严重违法 比如说欠了很多的钱不还 就像那个亲民党的那个刘文雄 他去选基隆的时候 我就站在陈建民的旁边 当然就是手上已经有了刘文雄所有的欠银行 欠银行的呆账的资料 拿着念说你看天赋建设 在彰化银行欠了21亿没有还 21亿耶开玩笑 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说 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好可是呢他要来选基隆市长 大家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对就这样子啦我就这样喊啦 喊一喊之后呢他就告我毁谤 我这样喊喔我在那个造势晚会上 你看这就是天赋建设 欠中华银行所有的呆账 然后我们做过的报导是什么什么 彰化银行的官员怎么说 好结果他就去告我了 告我了之后呢我当然要去出庭啊 我当然要把我的消息来源 我的简报因为这就扯到法律了 我呢就拿着我的简报 拿着所有的这个我手上有的资料 拿去跟讲要官说 那这些东西我报导的时候 他都没有抗议啊 表示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啊 他说后来他透过 就是说后来他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责任 不是他的责任 他只是暂时的人头 所以欠钱的人不是他 你说的那是你的事情 因为毕竟欠钱这个天赋建设 你是当人头董事长 欠钱的就是你 好不起诉处分 他在意 他不服气他在意 在意的程序就是到了高检署去 申请说我还要再告蔡玉珍一次 就是告我不起诉在意这样子 花了两年多三年 还是驳回 驳回之后呢刘文雄昌跟我同台啦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呢 我说你跟我对不起 不然我告你误告 就这样 我说你跟我对不起 不然我告你误告 后来他还跟我说 啊好啦好啦 我请你吃面啦 然后呢就算跟你赔罪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就化解了 可是呢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司法资源 好 那我说的是包括回过头来就说 包括刘正宏这批人 这批现在在很多的机关要求我们合法做很多事情的这些人本身呢都非法 所以我才说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变得这么的 这么的好像这次都是你我的事情 就是像有很多人说啊是怎样文林医院这些人当地都不是他的 疼也不是疼到他的 是怎样这些学生这么热心 好 因为要争取一些觉得这个政府不合理的事情 大浦其实很简单 刘正宏为了要建商开发还有工业区的开发 他把这些地主的房子拆了 拆了 那当然这个东西 这东西本身是有利益的 可是有些东西也有利益 我举一个例子 前两天我到台北市政府去参加一个工厅会 那这个工厅会呢是北头有一个小学叫维格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贵族学校 这所学校呢买了一块地 租了一块 其中有一半是租的台北市政府的地 他呢说我的幼稚园没有校地 所以呢我要 我要这个增设幼稚园的校色 结果因为要经过环评 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那很多人都站出来说 这个地方本来是树林啊 所以呢你盖房子之后呢就会破坏原来的生态 好 那其实这种东西非常非常专业 那天的工厅会我就去那边陈述说 第一个各位抗议的 各位抗议的相亲朋友 有很多人拿大谱事件 拿黄景泰的事件来比喻说 维格不能设校 我想这个比喻是错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要盖一个校舍 他不是财团要开发 当然你说学校盖了校舍 贵族学校可以赚钱 好可是 可是他有没有像大谱这样子 把一般私人的房子 把一般私人的土地拆掉 没有 绝对没有 就说如果我只是去租 我去买 但是呢 我没有拆掉别人的房子 那这跟大谱事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在大谱事件里头 其实有很多人同意 有很多人拒绝 那就是因为这些拒绝的 张药房啊什么这些人 才能够引起很多的 很多人认为说 人家家就在那儿 住在那儿 他要被人疼掉 结果后来变成那个张药房的 那个老板想不开 那在大家都还搞不清楚 什么样的状况的情况下 情况底下就走了 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好 可是呢 大谱事件现在变成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独裁 然后呢我们要站起来反抗它 好 那我要回过头来跟大家讲一些 讲一些 它不是跟几位游行法不一样的是 很多人在违法 很多人在违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查出它违法 那这底下后面几个是我自己在做记者这几年 实际的一些经验 这个是 这个是 你要对付一个财团 你要查它犯罪 而且呢 你要把它整个扳倒 你要把它整个财团的利益扳倒 那个是有一点困难的事情 这个叫做政府的官商勾结 而且这个官商勾结已经都被视为说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要去反抗的时候 除了集会游行抗议之外 拿笔 然后动用媒体 也是一个改变的方式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事情 这个呢是 以前的军公教福利中心 就现在那个全联先生 中原普渡那个一个女鬼在跳舞的 那个全联社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有没有 电视有个女鬼 谢谢大家 感恩的心 那个全联社 那个全联社最早是一个利益勾结的团体 在最早的时候叫做军公教福利中心 它是一个独占事业 那结果呢 如果你要拿东西去全联社卖 那你要通过它上架费 这是从民国64年开始 我们进户 我们的政府给台中的张启仲家族 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 让他十辈子也吃不完 那你要扳倒这样的一个利益 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的总经理 全联社算是一个所谓的信用合作社 他们的总经理可以跟内政部的科长 同居买豪宅 那要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这么勾结的这么深的利益 你要把它给推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是内政部科长 他每年负责 大概四五千万 补助全联社这个机构 每年负责补助他 补助他顺便跟他们的总经理同居 这是一个我想蛮普遍 很多地方都存在的问题 可是呢 要把它整个推翻是蛮困难的 所以就这个案子 全联社肥了谁 就是肥了他们 当然张启仲要拿出来分 我这上面有写到说 立委 省议员 国大代表 这些人要分 为什么 这个太肥了 这一年至少三五十亿 三五十亿的利益 那要怎么把它推翻 我这边写张启仲家族的独门生意 那当时呢 你看哦 他一年是 我当时估计大概是三百亿 可是我这里写个 七十个据点两百亿 两百亿各位随便算 五%的营业税 就至少十亿 政府至少在这里 就少了十亿的税收 可是你要怎么弄他 我当时在财讯的时候要弄他 要把他整个的体制推翻 花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跟调查局结合 就说这种东西就要配合办案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那个潘世伟 那个都骑着脚踏车 然后到女秘书家都会被狗仔跟奸 那是因为你张不到 你抓不到潘世伟跟企业的利益 那我抓不到利益的时候 我只好抓绯闻 可是这一件呢是又绯闻又利益 什么都有 很精彩 因为张启仲的家族 除了这个总经理跟内政部的科长在一起之外 两个儿子 外面有好几房 小三小四小五 每个都负责不同的产品的上架费的收入 好 那所以我当时其实跟调查局的结合是 我去跟他们要了一个李玉美的住处 然后他们去跟 跟了之后发现说 他们下班后都会一起去北投泡温泉 泡完温泉之后回到新一区的豪宅 那我们就把那个豪宅调出来 我上回有上过我的课就是 我各位不知道 档案在 档案你可不可以另外再叫出来 另外那个就是 官商勾结的另外那个 就说怎么样调房地产的资料 就说 李玉美有房子有所有权状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对 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有一个叫地震资讯网 这个地震资讯网是 我用所有全台湾都一样 来顺便在这里跟大家插播 讲一些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怎么样查这个资料 来这里就是进到 进到这个户籍 进到这个地籍资料 这是财产申报书 这是财产申报书 来我们进到这个 这里 我拿了李玉美的地址 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地方 就是地震资讯网 然后把她的地址打进去 打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调出她的所有权状 所以这一份呢 这份是上回上课的时候 我调出来这个叶士文 桃园的副县长叶士文 她不是因为案子被收押吗 好那她不是说 有一个小三吗 叫陈丽玲 在这边 叫陈丽玲 这一户的豪宅 就是一品装 就是叫建商帮她买单 又付装潢的这一间 那调那个李玉美的也是这样子 那调出来之外呢 来这个叫做她向权利 就是说你要去调这个房子 她贷款多少钱 所以她向权利的地方 这个叫这个是贷款 我调出她的贷款 然后呢 把这个陈丽玲的房子的权状 就在这边 在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贷款 1920万 就是说 如果我要查这个人本身 到底这些东西 是不是犯罪所得 当时的李玉美 我是这样伺候她的 就说这间房子 当然这间房子呢 她有设定 她有弄一个那个 这个所有权人 所有权人的地址 那我用那个地址 再去追追追追追 追出她有四间房子 追出来之后呢 再请大华不动产帮我建架 发现说 一个内政部科长 竟然可以拥有两亿多的房子 那这样子的话一定要让她下来啊 好 所以这里顺便告诉她 像是跟各位讲一下 像这个 这就是地保 所以如果你要对付那些贪官 觉得说 他怎么有本事买那么多豪宅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他的所有的这些房地产的资料 都调出来 评估一下说 跟他的所得有没有相当 那台湾很少人在做这种事情 尤其是这个什么立法院接壁小组 或是媒体接壁里面 当然都是要听到有一些传闻 然后再去查 那这个东西 这个是地保的 那天要特别跟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说 你看连战连方宇住的地保 然后这个 他的银行的设定是怎么样 好 回过头去 对不起 跳回那个 跳回那个 刚刚的那个内政部的这个案子 对对对 好所以呢 要要查这样的一个犯罪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最后呢 又不通了 对 OK 好最后呢就是全联社的闭案 然后谁搜押 那张启仲后来在这个案子之后呢 花了十年打官司 然后判他无罪 后来他也走了 他现在也在天上了 知道说这个事情 他的整个庞大的利益跟亡国 是怎么个被揭发被摧毁的 因为你看哦 全省有八百多家的供应商 都要给他拜码头 都要付钱 然后都要行贿 才能够进到全联社的系统里面 所以呢 我这个案子就是查理玉玫的财产 然后呢 追他所有的不法所得 直接配合台北市调处 然后把他给移送法办 这是蛮难的一个资料 要摧毁这样的一个官商勾结 可是呢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 如果你能够 要完全守法是很难 但是呢 你能够做到说 我犯法 可是我不会被查到 我绝对不会被查到 那也算你厉害 所以我以前跑司法 我常常都在跟各位讲 跟很多人讲说 你跑司法 除了懂法律之外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自己如火存清了 如火存清就是 你可以 所以做一个觉得很大 很伟大 可是呢 绝对不会被查到的事情 那就是游走法律边缘 而且连法律都哪里没办法的事情 好 接下来 我跟各位讲的是 这个是预防 就是说 他可能要犯罪了 他可能要勾结了 可是呢 要如何阻止 然后防止他 继续可能做一些官商勾结 这是唐飞的 唐飞卸任 这个叫什么 就是行政院长之后呢 开公司接国防部生意 那我后来呢 我后来也认识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叫杨建刚 也确实 没错 就跟我预测的都一样 他们家就是专门在做国防部的生意 那我要怎么样的把这个事情给 至少我要揪出说 他在犯罪 他在犯罪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讲说他有一个公司叫易康嘛 接国防部很多案子 所以呢我就要开始来办案 来办案的时候就是 第一个先查出这家公司叫易康 这家公司呢 我们用的这个地方叫做 这个地方叫做 这个经济部商业司 公司登记 那从这里呢 查到这个公司 就是易康股份有限公司 再进来看公司的负责人 然后他的营业项目 那这里有个董监事资料 进来看董监事资料之后 发现说 对董事长是谁 董事有哪些人 股份占多少 这些都是书面资料可以查得到的 那这个唐飞 这唐飞就是我要找的人 那这个人呢 在这一个公司里头 做了很大的生意 包括国防部的生意 所以呢 我就要进到政府电子采购网里头 去查国防部有哪些生意 是他接的 一个一个一个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再来用一篇文章 就是他接了很多国防部的生意 用这种方式 把唐飞后面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全部都先挡下来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18岁赚一亿的这个小子 我跟各位讲 现在我发现在台湾想要串红 然后想要一夕致富 有梦最美的人很多 可是呢 可是呢 你要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脏到 那这家伙也是一样 这家伙呢 他说他18岁就赚了一亿 那这18岁就赚一亿呢 那他上进各大媒体 每个人都说 哇他好厉害 我好崇拜他 怎么可能18岁就赚到一亿 每个人都把他当成英雄 然后他也自我催眠 说我就是英雄 我就是英雄 我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佩服的人 所以呢 在出完这本书之后 上进各大媒体 上进各大媒体 那要怎么样的知道说 他在犯罪 我今天好像是要跟各位讲说 哪些人在犯罪 那你要知道他们在犯罪 你才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避免错误 我如果真的要犯罪 也不要被张到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好 来 那这个18岁赚一亿的这个人 催眠让自己说 我编了很多故事 大家都相信我了 好 后来才发现说 他不只 他不只这个全格数位生计 就全格 还有很多很多的案子 那个案子一大堆啦 就所有什么消费贷款啦 清偿借款啦 什么案子就是一大堆 那这个是刑案记录 这是后来我揭发了 18岁赚一亿这个片子之后 那很多媒体又继续去追追 追他很多相关的东西 那这里哦 这里是帮忙做监犯科 助纣为虐 以前有一句群叫助纣为虐 媒体可以帮人变成英雄 然后也可以助纣为虐 帮很多人继续危害社会 所以呢 商业周刊呢 他们在被揭发说 18岁赚一亿这件事情是造假的时候 商周说如果他来骗人的话 他愿意退钱 就是他只愿意说 你跟他买书200块 他愿意退给你 因为如果说你觉得这本书是假的 那他就退200块给你 这个是商周后来发表的声明 就是说这个民国90年被踢爆的这个人 那如果他说等到判刑确定 那如果你觉得说你有被他骗了 那买了这本书的钱 买了这本书的钱 商周愿意退给你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形象很好的企业 商业周刊他们的社会责任 就是我骗你200块 这本书骗人的 所以我贏你 那他们也只能这样子做 其他的大概也都不了了之 这是一个台湾新闻史上最大的骗局 揭开18岁赚一亿的魏文杰 那他呢 他呢很会骗 这个顾森宏是我的笔名 那就是当时要揭发这些犯罪 这些人的犯罪 对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接下来 接下来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上市柜公司的诈骗 上市柜公司金融交易市场 很容易被拿来作为犯罪工具 那这家公司叫超导 超导呢他用李远泽用租金物 然后公司成立之后呢 就标的很快很快很快 可是呢他有一个副董事长 这个人很厉害叫王志勤 就是公司有一个高人 而这个高人呢 他要想办法把用名人来包装他 用李远泽用朱金武 还有用王守田 就是超导专家 就是国内的超导体专家 然后来包装 那包装他之后呢 让大家相信说 这家公司真的会很赚钱 所以呢就谈到九十块 谈到九十块如果你去买了 就像老董 老董你要入股的话 可能不是十块钱 可能是五十块六十块八十块 这个就是在 在所谓的股市的一些操作手法里头 每个人都在做梦 然后也都在竹梦 好所以 所以呢当时 当时这个公司九十块 那我们去质疑他说 在因为上市这样的交易 一般人认为是OK的 就是他就要买这么贵啊 你九十块太贵 你就不要买就好 可是呢 他整个的局都是一个骗局 那这个骗局就是 你会不会相信他 然后呢 你相信他做 你相信跟着他一起做梦 那你赚不赚得到钱 那后来呢 来 这个 这个 也是 也是在操导事件之后的一篇报导 就社会难道不能容忍有记录的人吗 这个社会能不能容忍有记录的人 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思考的 因为呢 他这篇文章是说 操导国际的这个负责人叫王志勤 他说王志勤很讲义气 社会上呢 难道就不能容忍这些有记录的人 然后认为说 他们来当公司董事长 一定就是要做坏事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 你不把自己的记录留得很好 那当你要踏出社会 不管你要做生意 你要开公司 那人家把过去这些资料 全部翻一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会被打上很多很多的问号 这社会上到底能不能容忍有记录的人 就说他以前骗很多钱 然后比如说刘正宏 他以前倒过很多的呆账 银行欠很多钱没有还 可是呢他有记录啊 那可是他也能当苗栗县长啊 那社会上能不能容忍 可以啊 因为用政治是可以用骗的 因为我觉得政治真的是高明的骗数 可是如果说是 真正你要做生意在社会上立足 到底社会上能不能容纳有记录的人 这件事情在探讨的时候 我曾经跟罗辅助跟罗董说 罗董 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开饭店 你要拿上四柜公司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你的名字 因为你罗辅助三个字 只要出现在公司登记 只要出现在哪里 大家就会肃然起敬 就会觉得说 那这家公司会正派经营吗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所以王志勤也一样 王志勤也一样 就说他自己觉得很委屈 所以这家公司一下子标到九十块 那马上就倒了 那有人替他教区 因为当年这家伙可是厉害的人 在这个马智玲被开枪 台拨跟这个链铁 新波跟链铁事件的时候 他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 我不晓得大家可能会 会不知道我在讲这些过去的历史 因为这都是股市 股市股票市场上非常早的事情 就是台拨跟链铁 然后马智玲被开枪的那个过程 那时候呢 后面有一个台拨跟链铁的主导者 就是王志勤 他也是自尊盟 就是黑道的老大 那这些黑道的老大的公司 黑道的老大出来开公司 那这家公司扛着王守田 扛着李远哲 扛着这些非常非常 你看 他说王守田 李远哲要王守田 然后还有朱金武 就是这些人凑在一起呢 就开始去募资了 那募资之后呢 因为背后有一个王志勤 所以这家公司就被我写倒了 那他也没有开始真正犯罪 他只是开始骗 那骗跟犯罪还有一点距离 就大家去想想 骗钱跟犯罪还有一点距离 可是呢 他没骗成公司就倒了 OK 这接下来呢 这就有犯罪了 这个就是标准的犯罪 就是我刚刚讲的陈旅安 陈旅安形象很好啊 可是呢 他跟大家讲说 我要集资50亿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只要你们加入我的富裕国际创投基金 每个人10万块 每个人10万块的话 那50亿的话 那就是5万人 对陈旅安来说 找5万人投资他10万块 很简单 真的非常简单 好 所以呢 他就准备集资50亿 然后每个人只要10万 他就要去大陆投资 然后呢 在大陆的所有的加盟 比如说 卖鸡牌 哇 一下子就搞2万个 那很赚啊 然后呢 比如说 珍珠奶茶 一下子就开1万间 所以很多人讲说 10万块 只要10万块 你要变成30万 50万 100万 很简单 对不对 中国大陆那么大 开玩笑 好 结果呢 结果呢 就真的是受骗上当了 因为呢 这个富裕创投基金 是非法的 就是 他在台湾 没有登记 你钱交给他 然后呢 他如果钱不给你 你要告他 你也要不回来 所以 他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说准备要西进大陆 而且他用的人是谁 他用来宣传说 要一起西进大陆的人 是杨世坚 是薛香川 是田卫城 开玩笑 这些每个人都大人物 你会怀疑说 陈旅安跟杨世坚 还有薛香川 会骗大家十万块吗 不可能吧 所以拿十万块给他 是不是很正常 当然很正常啊 所以他要筹五十亿 真的很正常 好 那这个事情的结果如何 我跟大家讲 这是我在杂志上面 也是 也是直接 公开呛他吸金 直接公开呛他吸金 说他的陈层文教基金会 还有台湾加盟促进会的 这些东西都违法 好 之后呢 来 这个是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 他在网路上 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呢 拿佛祖的旗帜 干着魔鬼的勾当 陈旅安吸金五十亿 重重的拿起 轻轻的放下 司法之死已经很久了 人民的悲哀也无绝起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 我们的司法机关对陈旅安来说 就放他一马 然后就没事 就没事 那这个事情后来到了 我给大家看哦 这是2002年 2002年 到了2010年 三年前 三年多前 还有人 是台南的两名女老师 说他们在91年的时候 就在他们到 陈旅安到台南的时候呢 就把钱交给他 然后说宣称六年就可以还他 他们投资了50万 到从民国91年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拿回半毛钱 还没有拿回半毛钱 所以呢 这整个案子 这整个案子 这个陈旅安后来 在这件事情之后 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江湖 他还跑去接 国华人寿的董事长 然后现在好像 现在好像在哪里啊 某大学校长 某家大学校长 这样的人在台湾 永远都有立足机会的 他现在还在某大学当校长 那结果呢 他那时候整个有700多名的投资者 募了1亿多 那他说可能是机器不景气啦 所以后来呢 就没有做就没有做好了啦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这是陈旅安嘛 是看他的面子 所以呢 没关系没关系 当时陈旅安在这件事情 他怎么解脱 他就找了三个人 跑到法院去说 你投资10万块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告陈旅安 陈院长 检察官这样问啦 你要不要告他 你要不要告他 好 在法庭上面 那个 你说要告对不对 在法庭上那个人说 哎呀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那个找去的人 是他安排的 那你要不要告他 要 可是在法庭上那个人 还是说不要 因为他 他当着陈旅安的面 说 哎呀他可能是无心的 在侦察庭找了三个人去 检察官说 哎呀你们三个都愿意原谅他 那我就给他检疫处分 他的事情就这样子了了 所以吴慧玲才会写这篇文章 吴慧玲才会写这篇文章说 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死法已死 因为到了法院 被他骗的人 包括到后来 才跳出来说 投资他50万的这个人 他们也没有到法院去啊 他们也没办法去跟检察官抗议说 为什么你没有叫我 传我去问我要告他 可是呢 他的案子已经检疫处分掉了 这就是台湾在对对待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手法 这是又按不动了 又按不动了 怎么回事 真的啊 OK好 摸到了 没有 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回顾一些历史案件 而这些历史案件呢 可能大家都觉得很轰动 然后也都曾经参与过 商业周刊的这个百玉大道玉中告白 这一篇是我去龟山的这个台北监狱 帮商专座的专访 那如果各位有机会 像他这样子 可以每天作账 每天作账 然后呢 就把300亿的钱拿来 数字游戏 拿来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最后还可以抢100亿在身上 你做不做 做嘛对不对 干嘛不做呢 而且是台湾银行的钱 台湾银行的钱 自己印就好了对吧 那所以呢 所以 杨瑞人在 他跟我一样大 1965年 那他呢很厉害 这个当年在国票担任一个交割员 那这个交割员呢 他可以直接把台湾银行 本身对国票的这个交割的票券 他可以直接上下起手 把它改改改改改 改到他外面的公司叫小羊儿 那这个小羊儿呢 他就拿去炒股票 炒了很多很多 炒了高薪昌 炒了很多股票 好 结果后来他认为说都没事 我每天 他每天被当大爷 因为他手上的额度多少 300亿 300亿可以下单做股票 好 那这对一个空手道的年轻人来说 是真的很爽很爽的事情 就是台湾银行的钱 我拔这么好 好 结果呢 东窗事发了 钱补回去的那时候 可能股票市场出了问题 我跟各位讲 如果他来得及 把那些股票赚的钱补回去 那个缺口的话 他没事 就赚到手了 好 那他呢 他呢 这个 坐牢 坐牢一天 抵1600万 就是大家觉得好好赚哦 我们今天这样子一天在这里哦 各位可能3000块2000块对不对 要去做工赚钱 做水泥工3000啦 可是呢 他坐牢 那天 在牢房里头很快乐 然后呢 每天1600万 那 他也赚到手了 因为呢 在出狱的时候 这个当时 这个台湾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 出狱了 那他呢 他呢 出狱之后 他说他要跑去应征加油工 人家不用他 我有一次在 在台市的对面的一家小店 看到国产车的张朝祥跟张朝亮 在那边炸可乐饼 那在他们炸可乐饼之前呢 我也追踪他们去 这个台大对面的那个 台大对面有个教堂 叫什么堂 怀恩堂 那我就看着那个张朝祥在祷告 在祷告 带着他儿子 然后说他 他在忏悔 然后跟上帝祷告 那我就侧面拍他的照片 拍他在祷告 那我心里头就想说 你一定是在想 你家藏了那么多钱 要怎么花才不会被人家看到 一定是这样嘛 那个真的嫁得很像的 然后所有那个怀恩堂的众兄弟姐妹 都对他好好哦 都说他在忏悔 我就跑去看着他 带着儿子跟大家玩得好开心 因为那里是他犯罪之后呢 觉得最如鱼得水 最温暖的窝 那在怀恩堂 忏悔被我拍到之后呢 又跑去卖可乐饼 说他在台市对面做小生意 卖一个30块的可乐饼 那杨瑞人呢也是这样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做幕后工作 躲在暗处 一样赚很多钱 因为这家伙太厉害了 所以呢 当然这整个事件 这整个事件已经 算是他关出来已经落幕了啦 可是呢 来这里 这里很多人在讨论说 杨瑞人这件事情就像 刺激1995的真实版 为什么 我蹲在牢房 蹲完了之后 只要走出来的那一天 所有我从国票搬的钱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所以呢 检察官要他签 要他签什么 签这个叫做 偿还 偿还欠款同意书 没关系 我签 我愿意 只要我赚到钱 我就愿意签 我就愿意还 可是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呢 这个 他给的很像 装的很像 那所有的钱都绕到他 甚至跟他那个 未婚妻的口袋里头 那你问他 如果重来一遍 杨瑞人说 我当然会再犯 因为这太有趣了 这太好玩了 所以呢 前两天 我刚好去主持一场 华尔街之狼 就是美国纽约 那个华尔街之狼的那个本尊 叫乔登贝尔福特 他来台湾演讲 那个演讲 一场 头前面的位置 坐在他的前面这个位置 十万块 十万 第二排 有桌子在上面的 就像是各位这样坐着 三万 三万 然后呢 最便宜的是二楼 台大体育馆 二楼的学生 九百块 那 那因为 那个是新加坡的公司 就是邀请他们来演讲 包括什么 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啊 那因为他们跟我认识 所以呢 就叫我去开场 就叫我去帮他开场 那后来呢 后来在台下有一个 我们金周刊的好朋友 叫李绍棠 他听完了之后 他就很生气 他就非常非常生气 他觉得说 台湾为什么要找 这样的一个犯罪分子 来这里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说 在华尔街 在金融市场上 甚至各位 你们要怎么样的 用别人的钱 然后呢 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比如说 我买了一个公司 85%的股权 一百万 可是呢 我找到对的人 我只要把其中的35%卖掉 我保有其中的50% 我卖他一百万的话 我剩下来的这50% 全部通通都不用成本 对不对 对 哦 大家听得好开心哦 因为华尔街之狼 就是这样的做法 所以 所以我就说嘛 台湾每个地方 通通都在做梦 然后通通都在做一些 也不知道有没有犯罪 因为请华尔街之狼的本尊 来演讲 没有犯罪啦 只是大家觉得 哇 这好震撼喔 然后观念 这个很 让人家觉得说 这就是交易 这就是市场啊 市场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回过头来 跟各位说 来 杨瑞人已经出来了 OK 这很有趣的事情啦 好 那再回过头来 再回过来 看一些社会案件的犯法 跟违法的地方 再回到社会案件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太贪 我这里用一个定义的话 是说贪心不足 贪心不足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她呢已经从 孤政府的手上 骗了三亿多了 可是她觉得说 这老子跟我睡过六次 她死了 我怎么可能 没分到遗产呢 这怎么合理呢 她的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 她就一直欺骗自己 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用这个女儿 来骗孤家 孤家会买单 会给我钱 那这个 这也是一个 非常不高明 可是呢 就最后 背后很难看的骗数 这个骗数是 当年呢 她确实跟孤政府在一起 在交际应酬的场合 确实跟孤政府不错 那人家孤政府 没办法 人家老婆开名啊 老婆 那个孤颜卓云说 老公出差的时候 她都会在她包包里头 放保险套 然后呢 只要她 因为 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逢场作戏 所以在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是已经孤政府 孤老呢 已经过世了 那这位 这位这个邓香妹呢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你只要上网去查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的记录不好 这个人呢 她是纯心要骗 那所以她到最后呢 这个女的 就是女儿张仪华 被判三年定验 然后呢 在后来 假释出狱 那邓香妹呢 后来在2010年 也过世了 这对母女的下场 就是如此 那她们呢 就是用骗的 就是告诉孤政府的家人 说这女儿是顾政府的 所以呢 我要开关验尸 我要验DNA 没有人可以给她验 拿不出证据 像这样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证据 证据 证据在哪里 证据会说话 好 那我当时就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这个 也是用法院的资料 来查说 来这个人 这个邓香妹呢 她的 她的 这个记录 就说这个女人 以前如何如何 这个女人呢 拿了孤老的钱 就去夜仙宝 我讲的就这个圈圈 她会有 个人资料保护法 她呢 就去夜仙宝餐厅 就俗称的 星期五餐厅呢 去 就是 邓香妹去玩牛郎 玩牛郎 那玩牛郎之后呢 她就 她就 带这个牛郎说 你来去我的新家玩 那这个牛郎呢 她需要钱 然后向邓香妹要钱 你是我的客人啊 对不对 那我对你那么好 所以呢 你钱给我 然后呢 邓香妹没给 没给之后呢 她到她家 就看到一只劳力士手表 就把她抓去 然后呢 把她卖掉 那这只劳力士手表呢 她说 卖掉26万 那邓香妹说 我这只手表 100多万 你给我卖20几万 之类的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纠纷 这样一个纠纷 那你从这些资料里头 你就可以判断 就可以判断说 她呢 是一个 不怎么 不怎么规矩吧 应该可以这样子判断吧 就是说 这个女人 拿了老男人的钱 会去玩牛郎 那应该也是个 非善类吧 好 所以当时在 处理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跟很多媒体讲说 不要帮她说话 这对母女看起来就是 你帮她说话 就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邓香妹的事件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跟各位讲一些 也是政府 政府如果跟某些人 在勾结的时候 就说 我开一间公司 我开了一家公司 结果呢 我拿到内政部 19亿的案子 哇 那多不得了的事情 我公司 公司小小的 可是呢 如果内政部给我一个 19亿的案子 那我不是就翻身了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案子就是我们的内政部的 这个所谓的互证管理系统 互证管理系统的这家公司 叫环安达 然后他 他有另外几家公司 好 那后来呢 我们的立法委员 比较认真的人 就跑去查说 你看 我们的互证系统 是转包给中国 转包给中国 因为呢 这家公司本身 他没有能力做 他直接拿到案子之后呢 就直接转包给中国大陆去了 那确实 台湾的互证系统在中国 台湾的健保IC的系统在中国 台湾的ETAG 所有的车级资料系统在中国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那所以呢 这家公司 他拿了这些案子 其实他找 这个我要整理 这个是跟各位讲说 这几家公司 早就是我们政府公告 拒绝往来的厂商 他呢 拿了国防部的案子 台中市政府的案子 台湾自然水公司的案子 早就已经都 都出问题了 可是呢 我们的内政部 部长 江宜化 这是他发包给他的案子 真的是江宜化发包的 好 那 后来呢 你要核对说 他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成为政府的拒绝往来厂商 你从他的法院里头资料去看 来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海巡署跟他纠纷 就是他 他跟海巡署标的案子 然后呢 海巡署告他 再来国防部宪兵司令部 国防部宪兵司令部 然后呢 也是他拿的案子 然后告他要求给付违约金 就这么多这么清楚的事情 可是呢 他还是可以拿下我们的护证系统 19亿 然后 后来我们现在的 这好像没事 这件事情好像没事 就说他 我只知道说我去办护证系统的时候 又当机了 我亲自去办一次 就当机了 就真的当机 叫百发百中 可是 可是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护证系统 就是这样的公司办出来的 这家公司多少 两百万的资本额 两百万的资本额 接了我们的护证系统 转包给中国大陆做 好 那其他这个就是 我在找赵腾雄的这样的一个 刑案的记录 这个 这个就 没关系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些 回过头来看一些 年轻人的事情 来看一些 如果有一天你情绪不好 然后 你想要杀人 那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怕 就是当他们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 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 无法 无法 面对跟连结的状况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 家里有小朋友的人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那你看那天 那天不是巴黎出现说 爸爸跟儿子一起打电丸 后来爸爸 36岁杀16岁 对 所以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不可想象说 我们的小回事 我们怎么变成这样 就说 爸爸跟儿子要打电丸 可是呢 他们在那个虚拟的画面 这样子打来打去杀来杀去 结果后来回到真实生活当中 发现有一个刀子 然后就杀下去了 就好像自己还在操纵电丸的那个摇杆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有时候我只要连我们家那个品学兼优 第一名第二名的人 他那个用大荧幕在打 在打那个就是几个游戏啦 然后也都是见人就杀 见人就砍的 我想说 其实真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很不好的 我非常反对 可是骂也没有用 然后制止也制止不了 就说他一定要玩 因为呢 他要拿积分 要拿积分才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不对 现在好像小朋友都这样 没办法耶 那些都是线上游戏 然后都是 这些商人在设计的线上游戏 可是这些线上游戏 为什么没有办法设计 比较正面 比较积极的 因为都在超车 都在撞人 都在杀人 好 那我回过头来谈说 如果出现像这样子 像郑杰这样的状况 东海大学的学生 东海大学的学生 非常非常的优秀 在我们看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可是呢 出现这个随意杀人事件 真的是让人家蛮震撼的 就是说到底他怎么了 他是少数 就是他身上有所谓的 负面的基因 或是说 在他的脑袋的DNA里面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是灵媒 他是那种催眠的灵媒 他一度想要到监索去看他 然后呢 要去找到说 他自己本身 有没有存在一些幻想 或是一些 一些比较异于常人的症状 可是后来我都跟他讲说 算了 我也不想 我们都不想介入这样的事情 因为要治疗他 要把他改善 要把他变好 我个人认为很难 可是也有一些善心人士 就比如说 他本身是反对死刑的人 然后他本身很有爱心 想要叫化改变这样的 这样的诡异 而且叛逆的小孩的人 他们认为说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认罪 让他跟社会大众道歉 可是后来 后来 这个 因为这种人再出来太可怕了 这种人再出来太可怕了 这种杀人的啦 性犯罪的啦 淹毒的啦 杀人的 性犯罪的 淹毒的 这样子的人 走出社会之后 要能够完全的改过 非常非常困难 我个人是没有信心的 尤其是淹毒犯 淹毒犯出来之后呢 一样的忍了半天 最后他还是会继续 继续的像消熟肾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已经一次两次三次 可是呢 你会发现说 他还是随时都会不正常 好 那这位郑洁呢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 随意杀人 随意伤害的事件 在全球都有 在国际上 你看挪威 挪威这样的一个 快乐幸福的国家 也有一个 也有类似的一个 随机杀人事件 七十七死百伤 然后美国也是 医学院的博士班的学生 医学院的博士班的学生 也是乱枪 然后呢乱枪扫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全世界都有 那我觉得 以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这样的案子的话 那也只能够就法论法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人一定是死刑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人不同意见 反对说 不应该判他死刑的 像郑洁这样的一个案子 来 他说 起诉症结并求处死刑 那 认为说他对这个宿命平生的民众 造成四死二十二伤 然后符合大规模杀人 就是这是一个大规模杀人事件 那这个杀人呢 他不断的 就是说 他有残虐的行为 因为他杀进去之后呢 刀子在转弯 刀子在用扭转的 所以他承认说 乘客是他的主宰 然后他觉得很得意 然后杀累了 所以他这个 就是说 逗他们好玩 逗他们好玩 然后累了之后 我就继续杀 就说 这些是检方在起诉 就是新北地检署 在起诉他的时候呢 认为说 郑杰大概没有任何 值得同情的地方 可是呢 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法官也会针对某些人 比如说他是义愤杀人 心神上师杀人 比如说邓如文杀夫 杀夫 这件邓如文杀夫案 我几乎每一庭都到法院 都到这个开庭的现场去 你就发现说 为什么社会大众 很多妇女后来同情他 因为那个老公太坏了 那个老公坏到 你所有的证词 所有的资料 你就会发现说 他要长期忍受 那个老公的灵虐 各方面的虐待 然后让他处于所谓的 处于所谓的 义愤杀人的状况 然后呢 才会 就是义愤杀人的情况下 然后才能够勤勘民宿 后来邓如文好像服刑 服刑多久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才发生 他的女儿跳楼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下一代 然后女儿念的不错的学校 好像是交大还是轻大 那后来在住家楼上跳楼 好 所以都会有影响的啦 都会有影响的 那这个 当时呢 齐叔叔的时候 也曾经关怀过他的 就是说要做精神鉴定 就是要鉴定说 他到底有没有心神上师 因为心神上师的话 才能够减刑 好 结果呢 减定了之后 认为说症结犯案的时候 头脑很清醒 而且他具有反社会 自恋的这些人格特质 他很不成熟 然后呢 有很多的飙心利益的动作 缺乏同理心 而且有特殊的世界观 认为说 这整个世界是虚无的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但是呢 他又没有勇气自杀 这是后来帮他做了一个精神鉴定 那这个精神鉴定呢 就认为说 不符合所谓的心神上师的状况 就是没有办法符合心神上师的状况 所以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不是心神上师 不是气笑 大家认定的传统的说法说 不是气笑 不可能会这样 可是症结不是 他就是内在 他的大脑的意识表示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没办法 这个 这都是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 然后这些事件呢 也会 也会 因为引起太大的震撼 然后整个社会的反应 很大很大 所以呢 才会到现在为止 我想整个社会上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接下来后面我会用一些 我写过的案例 我写过的一些案例 然后呢 给大家知道一下说 我们当时在追踪很多很多不同的犯罪事件 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那后面我用了很多是 股市跟经济犯罪 因为各位可能都会碰到 那可能是周遭呢 在做要骗你的人也会很多 所以我后面有一些事 比较是属于股市的犯罪 就是国内重大的一些经济犯罪的案件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讨论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五分钟 因为我看好多人累了 啊